2018年截至目前,谁是世界足坛制造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呢? 答案是梅西,在阿根廷国家队和巴萨,梅西已经打进34球,此外还有17个助攻,C罗也打进34球,但只有7个助攻,如今,梅西状态神勇,他有望连续5年总进球数字,突破50大关。 仅从个人表现来看,梅西不逊于C罗,梅西世上赛季西甲金靴,新赛季表现也一如既往的出色,而C罗在尤文图斯陷入进球荒,两人都是进球机器,但是C罗的助攻数比梅西少了十次。 不过,C罗有欧冠冠军,而梅西只有西甲,国王杯,西班牙超级杯三个冠军,从分量来看,梅西的三个冠军,还是比不上C罗的欧冠冠军,这从国际足连世界足球先生评选就可以看出,梅西个人表现在出色,仍没有进入前三,前三属于C罗,莫德里奇和萨拉赫。 现在,梅西将向50球大关发起冲击,从2014年起,梅西每个自然年的进球数都超过了50,2014年,梅西打进了58球,2015年52球,2016年53球,2017年54球,2018年,梅西已经打进34球。 要知道,梅西今年还有西甲联赛,欧冠,国王杯等多项赛事,只要不受到伤病影响,梅西还是很有希望连续5年进球,总数达到50个。 对于31岁的梅西来说,他仍处于巅峰,西甲联赛少了C罗,但梅西没有失去动力,本赛季西甲,梅西是射手榜和助攻榜的双料零跑者,状态大有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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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